北市府行动快筛队严密着装 带着器具出动热点进行筛检 首次任务就前往传出四名学生确诊的文化大学 台北市疫情呈现胶着 确诊数降不下来 市府成立行动快筛队 针对可能的疫区热点灵活移动进行筛检 我们已经成立两队 第一次去文化大学 大概一个早上 可以做一百多个 所以一般上下 一个团队大概可以做两百多个 所以我们要按照 我们是开始示范 我们现在先成立两个队 还用机动的 这绝对比那个固定式的好 所以在这个时代还是 要机动 这个坦克车一定比步兵厉害 所以 所以 我倒是觉得先两队 有需要我们就一直 因为我们那个叫基本的Model 那个模式已经成立 我这个人很喜欢SOP 一个快筛队要有多少人多少装备 我都把它标准化 有需要的话我就给他复制 你知道 从一个队两个队三个队可以继续增加 所以我现在用两个队先试跑一遍 有缺点 到时候这个 我猜这个最后已经变成全台湾的标准模式 所以台北的要做的工作就是 我们资源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都先练习 先研究 最后再学生SOP 你知道他给大家再去 再去比再去复制 这样就可以了 柯文哲说明 就文化大学的案例 因为学生宿舍内出现阳性患者 他们判断可能会有群聚感染的危险 立即出动快筛队前往 很迅速的把可能散播的群聚感染把它处理掉 目前设置两组快筛队 渴望以激动方式防止疫情扩散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